紧急公关已经到了高潮部分 马上就迎来大结局了 在结局最后 周雪自杀身亡 而在临死之前爆出的惊天秘密 让方丽听后崩溃痛哭 就连黄晓明也是没有想到 演员吴笑语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 顾家爱孩子的好妻子周雪 但最近剧情中 丈夫方丽行为异常 周雪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 开始行动对自己的婚姻进行紧急公关 周雪之前是一位童书编辑 家境也非常不错 跟方丽结婚之后 才渐渐地成了家庭主妇 每天只是围着老公孩子转 与外界几乎是切断了联系 甚至为了方丽 周雪不惜与父亲闹翻 还找临终硕求情 目前剧情已经快到尾声 周雪仍旧没有看清方丽的为人 直到周雪看到丈夫半夜上了原末的车 这才开始怀疑丈夫对自己的忠诚 但她调查之下却是毫无收获 周雪的经历让不少女性观众表示心疼 方丽自尊心很强 认为老婆也从心底 认为自己斗不过林中硕 所以才会去求林中硕 也因此 两人之间的感情一步一步的走向破裂 这时 一直清新方丽的下属吴雪 趁血而入 让夫妻俩的感情越来越僵 张伯饰演的公关专家方丽 一身西装革履 气场强大 能力出众 事业有成 这么优秀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喜欢呢 但有句话说的好 一观禽兽 方丽表面上身是儒雅 实则心思缜密 她是从小地方出来打天下的人 当她一步步成长的时候 受到各种不公平对待 甚至排挤 这让她渐渐开始扭曲 无了利益 方丽不惜用各种阴谋手段 对付昔日同学 黄晓明试验的林中硕 是个有魅力又有内涵的男人 尤其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在大激局中 林中硕完全放弃了不婚的想法 与许文文结婚 也是完美大激局了 但周雪与方丽这对夫妻 就没那么美好了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周雪终于看清方丽的真面目 为了能让方丽走上正途 选择了自杀 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